亲爱的观众好 老陈今天讲换魂的故事 男主凯恩是个律师 换了新工作 夫妻搬到了新家 女主沙沙还挺着肚子 是个儿子 还有四周的预产期 男主充满着无比的期待 二人给儿子取名科尔顿 早上女主觉得孩子怎么没踢呢 不会昨晚爱爱出了问题吧 男主从邻居偷了玫瑰线给女主 放心吧 孩子也要休息的啦 男主去上班了 女主出门遇到了邻居安安 闲扯了两句 邻居的窗口出现了一个人影 突然女主蹲在地上 开始腹痛 血开始流了出来 送到急救中心 女主心跳停止一分钟 孩子没有保住 醒来的女主坚持要看儿子 看到了一个死胎 半夜女主去看死胎 儿子活了过来 漆黑的眼镜 惨叫的哭声 醒来是个噩梦 回家女主说 死去的一分钟 看到了奇怪的东西 男主问看到了什么 女主只觉得邻居安安 真奇怪 早上女主怪男主 那晚上不该爱爱 你看出问题了吧 男主惭愧的离开 却上班了 女主了解到邻居 有个坐轮椅的伊沙贝尔 经常坐窗户边 这样好几年了 诡异的事情来了 女主听到楼上孩子的哭声 抱着儿子 其实是个小熊 这是幻觉 对面窗户的女孩 天天盯着女主 女主查阅了网上的新闻 邻居弗兰克 虐童被捕 将女儿伊沙贝尔 用宗教仪式献给了撒旦 后来弗兰克在监狱自杀了 晚上女主告诉男主 死着一分钟 看到的是 有东西把女主往下拉 喊不出来 动不了 身体被火焰烧口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面的女孩 天天紧盯着窗户看 半夜 女主又去抱孩子 其实抱的是布娃娃 每次看窗口 那个女孩都盯着女主 家里映射了女孩的影子 女主回头什么都没有 来到婴儿房 一阵头晕 女主趴在窗口 看到了邻居的女孩 大叫受不了了 从窗户跳了下来 还好楼城地也没什么问题 医生打了镇静计 安安回到家里 开启了她的仪式 出院后 两夫妻回家 希望能够重新开始生活 杰西卡是女主的姐姐 了解了凭死的事情 带女主去见了林梅哥 林梅哥知道 女主穿越过生死之门 所以可以看到鬼魂 让女主闭上眼睛 对儿子说想说的话 让她安静离开吧 还有个鬼魂很可怕 千万别让她进入你的心里 女主的情绪变好了 姐姐杰西卡就离开了 女主又看到了窗口的女孩 去质问安安 你女儿一天到晚窗口 看着我要不要法律见 安安上楼 打开房子 轮椅撞下了安安 女儿依莎贝尔 被安安用仪式杀死了 进行了一个转身的仪式 安安又觉得对不起女儿 吓得开车离开了 女主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死老鼠味道 一阵呕吐 扔掉垃圾 这味道还有 红眼的鬼影出现在婴儿房 吓得女主报警 转身一看房间 什么都没有了 窗户对面的鬼影死死的盯着 女主拉下了所有的窗帘和保险 男主回来并没有闻到 这股奇怪的味道 不相信女主说的 对面窗户什么都没有 这是女主的幻觉 两夫妻开始争吵 男主希望回到过去 女主觉得一切都回不去了 晚上鬼影漂浮到女主的床前 女主又闻到了味道 男主拿枪去查看 什么都没发现 女主去查看 对面窗口又出现了鬼影 男主查网络 发现邻居Frank虐童 把女儿献给了萨丹 Frank在监狱用萨丹仪式自杀 一家人去埋葬了孩子 处理了物品 打算重新开始生活 女主又闻到了味道 拿着枪去查看 看到伊莎贝尔穿着婚纱 血红的眼睛 开枪射塌 鬼影消失不见了 对面窗户的鬼影狂笑 男主回来 拿走了女主的枪 女主说自己爸爸 经常看到鬼影后自杀了 现在的女主很绝望 也想自杀 男主就用爱接吻安慰女主 滚了床单 女主晚上上洗手间 鬼影跟在女主身后 回来女主发现 鬼影睡在了男主的身边 女主大叫滚蛋 吵醒了男主 鬼影持续地骚扰女主 这让女主精神崩溃 失去了坚强的内心 男主通过杰西卡的介绍 来到了林梅哥这里 林梅哥提醒 鬼魂会替代女主的魂魄心生 到时候你必须杀死她 送鬼魂到死亡世界 你妻子才可以回到本体 男主回到家 发现妻子晕倒了 照顾好妻子后 男主去邻居家查看 邻居的房间里有一股异味 走上楼来到伊莎贝尔的房间 突然轮椅撞了过来 男主看到一个被塑料袋 蒙死的尸体 吓得跑了出来 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来了 伊莎贝尔 24岁 出生瘫痪加哑巴 死于窒息 两周前就死了 警方也在找安安 男主只是几天前看到过一次 晚上睡觉 女主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被彻底附身了 和男主在床上爱爱 女主的灵魂 在伊莎贝尔的轮椅上 看到了这一幕 半夜起来 男主看到对面窗户 有人报告警察 警察说安安开车自杀了 尸体都找到了 安安的灵魂来了 掐住了女主的灵魂 一切都是为了女儿 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男主发现对面窗户 妻子的鬼魂 附身的鬼影掐住了男主 男主挣脱后冲进安安家 又被鬼影打飞了 找到了妻子的鬼魂 男主大叫 选择活下去 选择我们 我爱你 又死死的掐住妻子 送伊莎贝尔回归死亡世界 警察来了 对男主拼得一声枪响 女主生孩子死亡了一分钟 这就是一分钟女主的经历 女主开始心跳 孩子科尔顿顺利出生了 回到家 女主看到邻居伊莎贝尔 死死的盯着 死了一分钟 女主想不起来 到底经历了什么 这故事结束了 也许女主的灵魂被替换了 也许孩子的魂被替换了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